在历史上有三位皇帝后世评价最高 分别是昭陵的唐太宗李世民 太陵的唐玄宗李隆基 还有一位就是景陵的唐县宗李纯 而景陵就位于陕西省蒲城县西北七公里的金志山 探寻文明古迹感受美丽山河 大家好我是一航 今天带大家看的古墓可就厉害了 是唐县宗李纯的景陵 唐县宗李纯是唐王朝的第十一位皇帝 李纯27岁登上皇妹 是一位有想法想干事的人 前期还能历经图治 对地方割据势力进行了打击 收效不错 随后又平定了怀西之乱 先后启用了吴元恒 李吉普 李将 裴杜等人为相 使得唐王朝有复兴之势 创造了元和中兴的景象 后世常将此政绩与贞观之志 开源之志相提 后起李纯开始迷信佛道 为求长生不老食用仙丹 结果是吃得一天不如一天 太医们都下病危通知书了 还没等他签字 宦官陈洪志 王守成等人 就送他去了西天佛祖那里去了 李纯的皇位是宦官逼宫所得 又被宦官所害 这也许就是佛祖说的轮回吧 元和十五年春正月 李纯爆崩于大明宫中和殿 中年四十三岁 四号招文章五大圣至神孝皇帝 庙号献宗藏于景陵 这是一千多年后今天的景陵华表 华表的直径1.1米高为8.01米 由柱头柱身和石柱组成 柱头为桃形柱身为八菱形 雕刻曼草祥瑞等文士 栩栩如生 华表以北24米 现存一马一对 高2.7米 一马是联系侍者与天界的重要媒介 是引导墓主升天的使者 地位显赫 景陵的一马头上升脚 身肥体阔 四肢强健 腹下卷云纹 与底座相连 双翼为三长翅灵 脚以往来说有所简化 有向晚膛过渡的趋势 鸵鸟在一马北24米 金存一件 雕刻于高1.55米 宽2米的时平上 回首贴翼 颈部弯曲较大 身体肥硕 腿短如鸭 颈铃保存最好的就是石马 位于鸵鸟一北24米处 身高1.55米 码头较长 面式当炉 脖子的下面既有铃铛 身室安肩 但没有脚灯 马尾下垂 丈马北23米 就是颈铃石翁重 每对前后相隔22米 皆残损或仅存基作 这些石刻雕像破坏严重 有的石人已经被践踏成了碎块 颈铃朱雀门外 原有石狮子一对 东侧石狮子不知所踪 或以深埋土中 西侧石狮子身形健美 有力拔山河之势 口部虽遭破坏 但双目炯炯有神 在两眼间有一个环 看起来有一种傲然于世的感觉 这些石刻雕像 依稀还能让我们感受到 大唐文化的灿烂气息 刚才下了一只小雨 我在旁边避了一下雨 现在的山腰间全都被雾气缭绕 来我们看看那儿 如同紫气东来 这还有一块青少年纪念碑 这是通往地宫入口木道口的路 回头看一下 石碑的背面刻满了字 好 继续前进 山腰间出现了云雾 但是我过来之后 发现了这云雾 渐渐的散去 那个地方 就是景邻的木道口 那边有一堆乱石 我们过去看看 木道口的位置 全都是大雾 我一上来之后 全都是大雾 什么都看不见了 而且马上就要下大雨了 然后呢 先看一下 这块石头 有明显的 人工凿痕呢 就像这块石头 看见了吗 然后这边的石头都是阶梯 都是阶梯状的 而且 看见了吗 这一层 看见了吗 这边的石头都是一层一层的 看见了吗 这边巨大的岩石 大家看 这里就是景邻的木道所在的位置 我们看这个地方 与刚才走过的地方 有着明显的不同 我们看这些岩石 层乱起伏 而且这些岩石 都有人工凋凿的痕迹 而且非常的巨大 四四方方 来我们好好看一看 我们看这边还有一根管子 用来浇水 刚才全是大雾 现在的大雾啊 终于消散了 来我们看看身后 终于可以看到了 我的脚 我的脚下 踩的就是木道口 我们看这个地方 绝对有着明显的不同啊 一千多年过去了 金志山依然高耸 如同一面飘扬的旗帜 标柄着现宗皇帝 消灭藩镇割据 再度忠心大唐的千古伟业 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关注我下期更精彩